大家好 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YouTube频道 小米这两天的压力有些大 9月27号雷军发了一条微头条 结果被华为粉丝们整个学写了评论区 华为粉丝们写了主要是两个 第一个是建议小米把注册地迁回国内 多整合国内产业链系统接入鸿蒙系统 大部分中国人还是喜欢小米的 但是不是注册在开曼群岛的小米 这是讲的第一条 另外一条就写的比较直接了 说雷总劝你弃暗投明加入鸿蒙 这个写了很多人就整个去把它刷屏了 雷军也还是有网红体制的 他其实比于成东什么这些人要更网红一些 因为他毕竟是公司的创始人 于成东再怎么说他是个职业经理人 他是一个公司里面打工的 虽然这是CEO是什么董总裁董事长 但是他实际上都是华为下面各个部门的CEO和董事长 他并不是真正最上面华为集团的 华为集团也不是他一手一脚创建出来的 雷军在这点上要比他强 应该是跟像任正非这些人是在同一个级别 他真正一手一脚创建了小米 现在雷军在微头条 微头条是什么事 今日头条上面发的一些像微博式的内容 而且雷军的 不管是微博也好 还是头条也好 推特也好 他所有的账号是有公关团队在管的 他自己也可以有一定的决定权 但核心还是他的公关团队在去工作 就直接被洗了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绑架 绑架再次开始 上一次绑架其实是当年5G的事情 就是5G标准讨论的时候 这个事重新开始了 华为当时跟很多的欧美厂商 像什么T-Mobile 包括摩托罗拉高通 当时没有摩托罗拉 高通很多这样的厂商去进行5G标准定例的时候 大家就去投票 说我们到底要使用哪些标准呢 他就要求什么中国联通 中国移动 中国电线都要投华为的这个标准 这些人呢就说行没问题 我投你的吧 另外一个呢 在这个里边非常重要的角色 人是联想 联想说你能不能投华为的 联想说我不投华为的 我要投这个美国标准 我不投你这个华为标准 当时就有很多人在国内去骂他 说联想你是卖国贼 怎么可以不爱国呢 联想后来也是出来解释 包括任正非自己都出来解释 说我们不要因为这种事情 就去说联想怎么怎么样 对吧联想的解释也很简单 联想当时呢收购了摩托罗拉 他手里边有大量的专利 环统的4G 3G等等这种通讯协议专利 而欧美的这种5G专利呢 他有大量是兼容的 或者使用原来专业利益的这些东西 华为基本上算另开一摊 新的这个布局里边是使用华为专利的 他可以绕过美国这些专利啊 但是呢你如果是使用这套标准呢 你就要给华为交专利费 如果你是使用欧美那套呢 等于是原来传统的这些欧美的5G厂商 手机厂商呢就不用再去交这笔钱了 因为原来人专利申请过了 联想呢就是说他买了摩托罗拉 说原来我是那边的 这个专利我都已经交过钱了 而且联想是一个公司嘛 他也不是一个政府机构 他是要为股东去负责任的 如果说我罔顾股东利益 对吧我本来是有专利的 不用再交钱了 不要去支持一个没有专利 还要交钱的一个标准 那这个事他是犯罪嘛 股东是可以起诉他的 所以当时就绑架联想 现在呢又开始绑架小米 小米跟华为之间呢 是刚刚达成了专利协议 华为有多少专利 12万项专利 非常多的一个数字 但是大量的专利 其实也都是无关紧要啊 无关痛痒的 比如说他有什么专利呢 一种带有锁评信息的这种 移动终端啊 比如锁评的时候 我可以显示一些东西啊 或者可以在东西上 上的显示哪些信息 不显示哪些信息啊 他就会申请好多这样的专利 这些专利你说有用吗 也有用 你比如说我做个冰箱啊 他也有锁评信息 那这个时候 我给你放点广告 或者放点什么东西 不也挺好的吗 他申请了很多这样的东西 12万项 但是他里头也有一些 真的有技术创新的专利啊 特别是他自己做的5G标准 对吧 他也是有专利的 最后的5G标准的是 华为的呢 也作为多种标准之一入选了 欧美这套东西也入选了 最后是大家各自的去选择 自己的网络标准去建设 现在大部分的手机和基站呢 都是兼容所有标准的 所以现在你要去卖手机 或者做基站 你需要给两边交钱 两边的钱都得交啊 当然他们中间是会做一些 这种专利的妥协 专利的相互授权 咱们自己就不交了啊 他会做这样的事情 华为12万项专利 小米有多少专利 很多人都觉得小米是不创新啊 都是抄来抄去的 但是像刚才我讲的 什么一个锁平的移动终端 这种东西都可以作为专利的话 所以小米的专利也不少 2.9万项 华为呢 是收这个手机的授权费的 特别是在华为手机 不让卖了以后 他原来其实也没有那么认真的去收 真正认真收专利费的是 一个是高通特别认真 一个IBM特别认真 还有ARM实际 人家靠这玩意活着的 对吧 他是个专利授权机构 他不收专利授权费 他就活不下去了 现在华为也在很认真地收这笔钱 他收多少钱呢 如果你使用华为标准 做了这个手机芯片了 或者做了这个手机了 上线 单模式手机的上线是2.5美金 为什么会有上线呢 他呢是按照这个 单模式收百分比收的 就是你一个手机 比如卖1000美金 我收这个手机售价的 比如说3% 那你3的话 就应该是30美金 但是我不这么费劲 30美金太多了 咱们呢超过了这个 2.5美金以上的部分就不收了 我就收2.5美金 对吧 但是我是按照 一个手机的零售价格的3% 来收你的专利费的 他是这么来做 所以小米也应该交这笔钱 因为小米手机 你在国内使用 国内很多基站 都是使用华为标准的 你也要使用它的专利 这个是没办法的 高通也是收这种费 高通的收费要更贵 它是单模式收4% 多模式收5% 什么叫单模式 就是你这手机只有5G 其他没有 它收你手机单价的4% 多模式 你说我手机 2G 3G 4G 5G都有 它收你5% 华为还会去收WiFi 6的专利费 每一个设备是0.6美金 0.5美金 WiFi 6 然后物联网 它比如说一些冰箱洗衣机 彩电这些东西 它里面也有一些专利 它每一个是收1% 你卖多少钱 我收1%回来 但是一般会有个上限 这是你超过的部分 我就不要了 因为你这个机器卖的很贵 对吧 跟我这个技术本身并没有关系 你可能是本身品牌 或者其他用量用的比较好 但是我就收一个1% 各个国际大厂之间 其实是交杀授权的 比如说华为跟三星 诺基亚 苹果 可能有没有苹果 我不确定了 很多这种运营商也好 这种手机厂商也好 交杀授权 你授权给我 我也授权给你 咱们互相之间就不要杀了 他们就成为这种专利联盟 小米原来没加入 所以今年7月份 华为就直接把小米告上法庭了 说小米你陷害我专利 没有给我交钱 这事不行 当时是告了4条 当然4条也都是很狗批道道的专利 就把小米告了 告完了以后 小米就说我第一个 积极跟华为沟通 争取能够达成和解 第二个小米另外也在干一个事 做专利无效化 正常的专利诉讼都是这样 我告你侵犯我那个专利了 就像刚才我讲的那种 什么你在锁屏屏幕上 显示点东西 这种东西 他也申请了个专利 那么这种专利本身的 稳定性是很差的 你是可以去申请说 这个专利的创新性不够 或者以前公开过 在以前就有人这么干过 或者说它的覆盖范围太广 是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过程叫无效化过程 正常的去做专利诉讼的 就是这边提交 说你请害我专利了 那一头呢 同时做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说 你是不是也请害我哪个专利了 但是以小米这个2.9万件专利 而且这也确实不怎么做研发的 这个调性来说呢 他可能没法去做华为 说你请害我专利的这种诉讼 就当年中兴跟华为之间互诉 就是你侵犯了我的 我侵犯了你的 互相之间告 还有一条路是什么呢 就是无效化 我现在再打一个官司 说你这些专利是无效的 那么这个过程可能就会持续 两三年三四年 或者更长的一个时间 我要求你无效 你再说你又侵犯了我几条 他会不停的这么去打 打到9月份 这个事情就和解了 这个无效化的事情也不提了 你虽然那个专利很烂 对吧 但是大家相互之间达成一个妥协 肯定小米可能也跟华为之间 做了一些相互授权 一堆烂专利相互授权一下 另外一方面呢 两边呢 也会可能小米 还是要给华为一些钱吧 最后达成了一个妥协 9月十几号 双方达成了交叉许可协议 你说如果单方面给钱呢 这个雷老板的面子上也不好看 对吧 我也号称是民族之光嘛 虽然你去看他的财报 他每年投入研发的这个成本很低 他也号称是自主研发的一个产品 这还是要交叉授权了一下 咱们讲到说前面啊 大家怼雷军的是两条啊 第一条是把VIE拆了吧 回国吧 第二条呢 是说这个咱用鸿蒙 对吧 那么咱们讲一讲 这个VIE到底在保护谁呢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其实VIE架构呢 并没有那么复杂 他VIE架构真正能够起作用的方式 或者他的底层原理只有一个 就是什么呢 国内有大量的法律法规要求 你如果在国内经营某些行业的时候 是必须是权内资企业 一分钱的外资都不可以 而且中国的权内资企业 是要进行无限穿透的 什么叫无限穿透 他们一直穿 穿到最上面所有自然人 只要是有任何外资 你就不允许从事这些业务了 他要干这样的事情 小米肯定有大量的业务 是属于这个类型的 那我必须要做这个牌照 必须要搞这个事情 另外一方面呢 他又要拿大量的美元投资 他比如说里面拿了很多的 美国基金的投资 拿了这个新加坡的投资 还要到香港去上市 他又不能说我没有外资 咱不是说香港是国外的 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能像李佳琪犯那种烂事 对吧 但是他也确确实实 拿了很多的境外的资本投资 让小米可以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 快速的发展起来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在保护大家 不要再去想说 我把VIE拆了 它变成完全的内资公司 那么这样就会变得非常麻烦 而且VIE的第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可以拿外资 同时可以境内去经营 这是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是什么 我为什么一定要到开办群岛 去搞这个事情 不收书 或者税很低 我要让这个钱 在整个流转的过程中 尽可能的少的损失 让所有小米的投资人 可以把小米挣到的钱 每一分钱都可以享受到 他的股息 或者说这种派发的红利 大家要享受到胜利果实 所以就是做VIE的时候 一定要跑到台湾群岛去搞 所以跟VIE这件事 没什么关系 所有到香港去上市的 咱们不说美国上市了 所有到香港上市的民营企业 一般都是VIE 再说下一件事 小米的供应链里头 到底有哪些是国外 人家说小米你回国内供应链吧 小米的手机里头 真正拿出来宣传的是国外的东西 实际上只有三样东西 咱们以最新的小米的Mix Fold3 就是折叠屏来说 第一个东西是高通8跟2 还是芯片是人家的 小米向来是跟高通 有非常强的绑定关系 是全球战略合作伙伴 小米曾经自己尝试过做芯片 但是最后放弃了 后来红米上原来说 我们也要去做一下红米自己的芯片 或者用MTK的芯片 最后也放弃了全线高通 所以小米是用的高通8跟2 而且小米跟高通的这种 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能够达到什么呢 就是高通每一年的新的芯片 都是由小米先发旗舰机先用 而且小米会把高通第一批芯片的 最早的那个产量 那个批次都给它吃干净 让别人拿不到芯片 就有点像咱们到这个庙里去烧投注箱似的 你说今年大年初一 投注箱是谁的 一定是某个书记的 开个玩笑 但中国确实有很多官员 是比较迷信这件事 他去烧投注箱 别人不敢去跟他抢 然而小米跟高通就是这样 投注箱 每年高通发新的旗舰芯片的 投注箱都是小米的 对吧 这是小米跟高通之间的关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索尼摄像头 因为所有的手机上 现在大家拼什么 就是摄像头 第三个是什么 光学调色方案 以及调色芯片 这个东西是谁的呢 是莱卡的 而原来这个东西 莱卡的这个logo 莱卡的这个授权 是属于谁 是属于华为的 后来呢 华为不跟莱卡合作了 自己整了一套东西 叫什么我忘记了 现在呢就小米接过来 说来我得着吧 所以现在小米的手机上 都是印着莱卡标的 就真正出来宣传 就这三样东西 像什么屏幕啊 电池啊 里头所有的这些东西呢 就已经是中国的了 其他你做不出来 下面你说我摄像头 能不能用国内的 也不是不行啊 国内也产 国链企业也产一些摄像头 但是呢质量怎么样 肯定没有索尼的那个做的好 索尼做摄像头 还是全世界独一份啊 没什么好说的 至于说莱卡这个东西呢 其实呢就是个品牌授权 它实际上是个调色方案 或者说里头有一个 色彩优化的一个芯片 其他的跟莱卡也没什么关系 你说我到底用了莱卡了 还是用自己的 只要我用莱卡 你愿意多买这个手机 我就用莱卡 那就是这样的 那么唯一去不掉的 实际上就是高通芯片 那么高通芯片这件事呢 你说我能不能把它换了啊 换成这 比如说华为的麒麟9000S 真不好说啊 你就算是麒麟9000S 你的产量足够多 量品率足够好 价格也还可以 性能的咱就不说了 肯定是比高通8跟2要差 更不要说跟未来的高通8跟3去比了 肯定是差很多了 小米是个上市公司啊 跟华为不一样的 这里有什么区别吗 大家知道吗 上市公司你是要发财报 你是要公布的 我这个芯片是哪来的 我从哪采购的 这个东西是谁代工的 这东西你要说的 否则的股民是可以高你的 华为你可以不说 对吧 你不是上市公司 你说我整了个芯片 我就用上了 你可以干这个偷偷摸摸的 还让所有人都跟你一块装瞎子的事情 小米是不能干的 那是上市公司 所以这件事真的想用 你也用不了 再往后可以用鸿蒙吗 小米是不是可以用鸿蒙 肯定用不了啊 你用了鸿蒙系统以后 你国外的市场怎么办呢 那么以后是不是要收费 现在华为5G就开始收费了 对吧 华为5G其实在华为没有限制之前 也不怎么收费 但是华为被限制以后 说我要收钱 我钱不够了 那你说我现在用了鸿蒙过来 可以找我收钱怎么办 这事受不了 另外荣耀自己都不用 这些大厂啊 华为自己用啊 小米OPPO Vivo 包括一加什么中兴 都是不用的 国内所有的手机厂都不用 这个荣耀 从华为分拆出来的荣耀也不用 因为大家都是要盯着出口市场 盯着海外市场的 那你如果用了鸿蒙 那这些东西就都没了 难道我本来的市场都送给三星吗 肯定咱还是得去争夺一下 那真的有人呢 在小米手机上刷鸿蒙系统 有很多人拿小米13啊 去这个刷机 刷上鸿蒙系统 也去用了啊 你说好不好用呢 就不好说 因为大家并没有尝试前使用 只说刷机成功能点亮 可以录过视频 这件事还是有人干的 其实米UI 就是小米自己的操作系统 或者说这种魔改的安卓系统 最早也是从刷机开始 在小米做手机之前 他们最早做的就是米UI啊 做的小米的这种魔改版的安卓系统 当时呢 他们是刷三星 刷摩托罗拉 刷什么LG 刷所有这些手机 说你看这些手机 你刷上小米的MIUI 也挺好使的 当时还不叫小米 就叫MIUI 才开始有的小米手机 小米大概一直到小米3和4的时候 小米社区里的 还都是有人在讨论说 我怎么能够把MIUI 刷到别人手机上去 这个后来就不怎么玩了 现在也有人开始试试 说我把鸿蒙操作系统 刷到小米手机上去 还是可以去工作的 所以鸿蒙系统呢 在高通的芯片上 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或者说不经过认真的考量和这种兼容性测试 还是可以跑的 但你说我比如说某些应用跑不起来 某些应用崩 那可能就需要进行更细节的调整了 华为呢 对手机其实本身是进行非常严格的管控的 比如说华为Push 有很多人前面还跟我说 你看这个推送系统 没有这个很严格 你发推送 华为手机也能说着 小米手机也能说着 真不是这样啊 这个推送系统 就是咱们在手机上弹穿这个东西 这个推送系统呢 叫Push系统 它呢是通过建立长链接来去实现 就是你在服务器上 跟手机上建立一个长链接 在国外呢 其实只有两个Push系统 一个是谷歌的 安卓加的 一个呢是苹果的 在国内的Push系统是分非常非常多的 有这种通用Push系统 也有JPush 这个大概有两三家吧 做这种Push系统的 有华为Push 小米Push 什么大家都是做单独自己的 为什么单独做自己呢 就如果你使用别人家的 我让你收不着 干这样的事情 那我使用这个华为的搜索系统以后 那你是不是不使用华为Push了 我就让你收不着呢 这个对于小米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啊 那么小米手机啊 或者叫手机厂商 跟这个模感搜索系统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要适配 我要拿过来适配我的所有硬件 你光CPU 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里头比如基带芯片 虽然CPU里头可能 SOC里头绑定了基带芯片 但我也要去适配 因为我们以前在盛大的时候 是做过手机的 最后就是那个操作系统 跟那个基带芯片适配不对 经常使得信号有问题 或者说你的WiFi模块有问题 这个很烦的 再加上很多的这种 比如你的摄像头 你的屏幕 包括你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设备 像小米的手机里头是有一些很 他自己的芯片 小米的自然芯片 他比如充放电芯片 他的电池保护芯片 那么这些呢 都是需要去做适配的 而下一件事呢 就是你的APP收入啊 我在这里头 做了小米的应用市场啊 那么谁在小米应用市场上架 我要找你收钱 这个你到底是要放在后头 想在前头有个漏脸的机会 你得给钱啊 这个是小米挣钱的方式 而且全世界所有的手机里头 小米在这块挣的钱 挣的是最多的 因为我们以前跟很多手机厂商 都沟通过了一个问题 他们管这个呢 就是手机销售后收入 一个手机卖掉了以后 到底还能挣多少钱回来 小米是比其他所有的手机厂商 挣的都多 这个反正也算是雷军 做的比较细节的地方吧 至于好不好用 咱们不说啊 各自有各自的喜好 现在呢 我觉得骂小米 应该没有像骂华为那么危险啊 前两天骂锤子 真的是把我吓到了 长远了 再往后呢 就是游戏收入 你在小米手机上打游戏 在华为手机上打游戏 你是要给钱的 而且呢 中国这帮手机厂商 成立了一个叫硬核联盟 收钱收多少 收50% 像原来咱们讲 苹果说 谷歌说也是收30% 甚至呢 有些新用 比如说新的 小一点的游戏开发商 他说15% 他会给你打折扣 中国的游戏厂商 你要跟这个硬件厂商 分一半的钱 这个也是比较狠的 还有广告收入 比如说我在这个上面 打一些广告 或者再做一些借贷 或者做一些其他东西 再加上卖硬件 以及强制更新 什么叫强制更新 手机操作系统更新了 有bug 但是我不跟你升级 你必须要去买新手机 会干这样的事情 所以在这么 手机厂商跟操作系统 有这么紧密关系的情况下 你让小米去用鸿蒙系统 这不是开玩笑吗 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为什么小米被怼了 不是OPPO被怼 不是Vivo被怼 不是一家被怼 不是其他的这种手机厂商被怼 而是小米被怼了 很简单 小米呢 也在打国货的主意 说这是中国手机 国货光荣 他也在做了一个事情 甚至在华为 成为国货之光之前 小米就是国货之光 只是后来呢 人家叫华为对吧 又被美国打压 所以现在小米 已经不再再提这个事情了 小米是国际化的小米了 那么小米呢 也是走IP营销路线 雷军天天走 Are you ok 对吧 这是年轻人的第一台手机 年轻人的第一个空调 年轻人的第一个什么东西 所以他相对来说 你做IP营销这件事 它就是比较具象 你像OPPO 我去喊话OPPO谁理你啊 但我喊话雷军 他就是一个很好的 IP的对冲的事件 他做这种IP营销的时候 你肯定是会被IP所绑架的 所以他容易被喊话 华为退出之后啊 或者华为被制裁了 从欧美涉退之后 很大一块市场 是被小米吃掉的 所以大家会去喊话小米 小米的这个后续应对呢 还要看小米公关部门 怎么来思考这个问题 当然也有可能就冷处理了 这个事情绝不是雷军 自己一拍脑袋就可以出来胡说八道的 不用耗 周鸿一 他们是可能干这个事情 但是小米现在已经过了那个年代了 小米公关部可能这一段时间也在开会说 哎呀我们被这个花粉啊 菊花粉给怼了 我们该怎么办 最好的处理方式其实冷处理 就是不要动它 别说话 如果这事过去了 或者再有一个什么新的 这种叫做热点出来了 这事也都过了 如果这个时候你出来怼啊 或者说我们想出来解释一下 你是解释不通的 大家最后都是不提 前面这么多人拒绝使用鸿蒙系统的时候 大家谁也不说 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大张旗鼓子 这样说我不用鸿蒙啊 鸿蒙有什么不缺点 没有人会说这个话 但是我就是不用就完事了 这个事情未来怎么发展 说这些华为粉丝们 他们是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 咱们不知道 怼完小米以后 会不会再去怼OPPO Vivo 会不会去怼一家 会不会去怼中青 咱们再等着看 也许他们还会去怼摩托罗拉 因为摩托罗拉现在属于联想的 我们等着一步一步看 我不相信呢 华为可以靠这个事情 真的把鸿蒙推广起来 咱们看看未来会怎么发展 请大家拭目以待 好 这一期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请帮忙点赞 点小铃铛 参加Discord讨论群 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 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 再见